睡着了 睡着了 赶紧去买吧 这么早睡着了 对啊 你要吃什么 鸡腿啊 茄子啊什么都搞起来 好 给你安排到位今天 来这个老地方买点烧烤 先来个这个鸡腿吧 老婆最爱的 求到鱼也来两条 再来个面筋 再来两个茄子 帮我一半加辣一半不加辣 我还搞了个炒粉 好久没吃炒粉了 刚好今天晚上在场里没吃饭 好 给我辣一点啊 这个不辣的我先装一遍啊 哈哈 两大袋啊 哇塞 这么多 我的天哪 没这么多 没这么少 它这个盒子大 而且我辣的跟没辣的分开了 啊 怪不得 哇 真的好香 嘴长的是吧 咦 你还搞了个炒粉啊 对对对 我本来还 今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 本来我还喜欢买瓶啤酒的 哈哈哈哈 哇 我的最爱 茄子 有个不辣的 两个 给你们说个秘密啊 韩小姐来喝酒可厉害了 比我厉害多了 好汉护蹄当年有 哈哈哈哈 这真的没多少啊 它这个盒子大 这个辣的应该放你这边 我也是这么觉得 哈哈哈 反正我都是每一份都是分的 一般辣一般不辣的 除了这个烤粉 啊 因为我老婆他说这种主食啊 他不想不太怕晃过了 完了也挺包吵的 你怕放这一下了 对对对 哇 尝一下这个 我喜欢看起来 酒味的味道 好吃 好吃吧 稍等15块了 哈哈哈 这还配柠檬 哈哈 柠檬是干嘛的 我不知道哦 应该是挤到这个鱼上面 咦 看着都不好吃 哇 好辣 这老板他认识我 他知道我平时看我视频 他知道我吃辣 知道你喜欢吃辣 我都以为我放这么辣 哈哈哈 你那天喝饮地找到没有 这两天我在打电 看下那天去朋友家玩 那朋友说好好久没吃烧烤了 想吃烧烤 然后就是自己露营啊 去找个那个 河滩边啊之类的那种 然后自己烧烤 有些小朋友也参与 对对对 约着我们一起啊 然后要我去找位置啊 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刚好对 这样子 呃 附近都可以哦 应该是荒原 荒原一百公里内都可以 哈哈哈 找个那种就是小孩 一百公里内都可以去清远 清远啊 增城啊 那些地方都可以 但是知道那些地方有 但是你找不到的地方 是 哇 这鸡腿看着不错啊 看着真的很有水 哇 我也尝一下 干杯 哈哈哈 记得我们之前去撑烧烤 都会点一个咸骨粥 那是去那个潮汉沙骨粥那里吧 我甚至去吃烧烤 那个吃糖丁 哦 对对对 是有一个那个咸骨粥 嗯 还有一份针角 对 针角 炸角 对 爽滑小座 对对对 都是去那种地方 可不可味 可味 呵呵 下次我们去烧烤的话 就那里有鸡腿鲜子 还有韭菜 必须上海中 我记得那时候吃完 我们还去唱歌 呵呵 还分上半场还分下半场 那个时候没有生小孩嘛 嗯 那时候去玩 比较自由 可以玩到尽兴啊 不然现在有小孩 你干嘛 你这要考虑到小孩 要睡觉啊 明天要上学啊 对 那时候我记得经常玩到三年多 哎 那时候的日子 一去不复法 呵呵呵 所以说每个年龄段 有每个年龄段的烦恼 有每个年龄段的快乐 是吧 对 这就是人生啊 呵呵呵 这么大一个吗 这不大吧 这还不大呀 有泡沫的拆开就没多大了 哦 这一层它是两层的 两层的 冷冻冷藏都有 给我弟买了个冰箱 他之前一直嫌电汇贵 不敢用这些电器啊 现在房东给他降电汇了 终于敢用了 哦 赶紧回去装上去 哈哈 动几瓶饮料是吧 哈哈 哎呀 赶紧早上 这下以后在家里也能喝冰水了 呵呵 爽是吧 爽啊 也不能喝太冰的 老是喝不好 这个多少钱买的 三百多 刚好适合你这种一个人 转开看一下 哇哦 我也不习惯呀 好可爱是吧 它这个下面是冷藏的 够用了吧 这看来挺大的 上面它是冷冻的 上面是激冻 那几瓶水冻这些 哦 你现在放里面也不能插电的 那个冰箱冻过要等个四五个小时再插电 那你先放里面可以 就给它放这里 放那里不好关门 放下面嘛 哦 然后这里可以放鸡蛋 你到时候买的鸡蛋也可以放这里 在广州天气热 还是要有个冰箱方便很多 这个冰箱放哪里好 那肯定放那里啊 那里你看又是挨着厨房是吧 不行不行 这里那边明头容易喷水不安 哦 你洗澡是吧 对 你把门关着呀 我没有关门 哈哈 哈哈哈 在这里吧 你这个位置可以吗 这里一进门二世啊 你这房间这么大 不不不放这里吧 这里刚刚已经有个插头 房间啊 对 这里太阳会不会晒到 这里我平时闭窗的话应该晒不到 哦 这里也可以 反正你睡觉也不用跑那么远去拿水了 是吧 哦 哈哈哈 我晚上还睡觉的话也还觉得凉怪一些 哈哈哈 有个冰箱在旁边是吧 放在这里以后我喝水 床都不用下是吧 哈哈哈 手也是一身一般 哈哈哈 在旁边了 哎呀 我弟这羊奶上面这么多瓶子啊 你全部留在这里啊 借不掉啊 一囤就一直囤了 咬成习惯了是吧 这习惯借不掉 根本借不掉 哈哈哈 有没有有卖过 卖过 我估计是受到我的影响了 这冰箱不费电吧 应该不费 那个卖家说是4000一度电 你反正一块钱的电费一个月应该也就10多块钱 我感觉像我弟这里啊 一块我的电跟一块钱的电其实相差不大 像我那里就不一样啊 人多一个月大概300多电 那差了就有点大了 要月之后订费的时候就知道 应该最多50块钱 现在做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因为冰箱 风扇是吧 嗯 那肯定越来越多啊 我跟你说等你以后成家了有小孩了 东西更多 哈哈哈 还放了才订了车 好了 咱们先去吃饭啊 好多网友说我弟十七八岁的年纪一点都不注意形象 应该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啊 这两天我劝了他好久啊 他终于同意了 今天我们去好好打扮一下啊 从头开始 咱们先去给他剪个头发啊 剪个帅一点的 当然剪还是洗剪吹 洗剪吹嘛 我早上刚洗的头发 没事再洗一次 洗洗更健康 我弟他说他平时都是三个月才剪一只头发 这次才两个月他还不想剪呢 给他把鸟面推掉推短一点 这一点立马精神多了 我感觉我弟他挺适合这种发型的 你把眼睛睁开看一下 这老板的手艺不错 帅多了 等一下帮我把他下面这几根扶须给他刮了 我估计他从来没刮过啊 这里啊 比我的还长 花了半个小时啊 我弟这个头发终于剪好了 给大家看看效果 瞬间变成精神小伙了啊 我弟估计今天晚上回去 头发都舍不得洗 满意吧 满意 等一下多拍多几张照片啊 拿着做头像 下次要老板这么解决我了 好了 咱们现在上半场搞定了 现在就是下半场了 买衣服去啊 好的 我早上买几件衣服再买几件裤子 好买几件短裤吧 短一点的夏天 我弟他跟我一样 不好意思来这门店里面买衣服 最近怎么样 感觉挺适合你这个年纪穿的 感觉不错 这一件也可以啊 都适合你这个年纪穿 你挑你自己喜欢的 不要我说哪件你就挑哪件吧 可以 还是你喜欢的动漫 我弟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他穿衣服啊 好容易变形啊 再挑几条裤子顺便试一下 裤子你喜欢哪一种的 那种不是竖脚的 宽的那种是吧 宽松一点的是吧 床库弟没看上拿了一条短的 试一下 诶 可以啊可以啊 这件衣服还可以 把裤子放上试一下 第二套 哦 这真的是这个颜色就适合你这个年纪真的 哈哈哈 不是青春真的青春的气息 哈哈哈 可以 我感觉我们这种瘦一点的人啊 还是比较好买衣服一点 最后一套 来转过来看一下 可以非常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你自己的很满意那就可以 哈哈哈 我弟买衣服真的是啊 干净利多啊 卖衣服的估计就喜欢这种 这件都要 都要了是吧 好 哈哈哈 看我弟买衣服就是爽快 哈哈哈 我弟真会挑啊 刚好300块钱 现在我们换了一家电脑 刚刚那里只买了一条裤子 这个也可以啊 29一条 我看啊 刚刚那一条是75是吧 对 可以买三条了 我发现啊 现在来买衣服 那些服务员不会一直追着你的 你看这么辣个电汉 都没几个服务员 再拿这三条裤就试一下 好 再搭一下那个衣服 我弟他不喜欢穿牛仔裤啊 他就喜欢这种 哎呀 嘿 可以哦 这个裤子穿起来就是比较运动风 大小姐刚刚好 嘿嘿 转过来转过来我看一下 哎 大家觉得怎么样 嘿 可以可以可以 我弟他在穿衣上面挺节约的 去年那几天变形那么严重 他的手不得丢 什么呀 这条短的 短的哎 也可以啊 呃 长度也刚刚好 转过来转过来我看一下 是可以可以 我没想到以前的裤子这么贵啊 一条一百多 一百多都算便宜的了 今天总够花了五百五百多一点啊 满意了吧 满意满意太满意了 这一个夏天的衣服够了啊 一个夏天 没有你的衣服也不用买太好的 然后就是穿 穿一个夏天 明年变形呢 就差不多就不用了 变形就换了 对你身上那些就不要了 你看那个 那个标啊 哈哈哈 今天带我弟打扮了一下 我能感觉到他很开心啊 以后要多注意一下形象啊 OK 年轻人嘛 是吧 好了咱们这期视频 就给大家拍到这了啊 拜拜